电影瞎看陪你砍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 我是老二 原本甜蜜幸福的小夫妻 生活状况急转直下 一切竟然是从一句梦话开始 丈夫每夜毫无意识的行为 令人毛骨悚然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在作祟 一起来看今天的影片 棉 一身人静时 丈夫贤秀的憨声断断续续传入耳中 秀珍早已习惯了这细碎的生意 有时听起来反而安心 可今晚不一样 贤秀的憨声突然中断 秀珍在半梦半醒间回头看来 怎料丈夫竟直挺挺的坐在床边 任凭她如何呼唤男人都一动不动 忽然贤秀喃喃自语般嘟囔了一句 有人进来了 这话让秀珍几倍发凉 他连忙追问丈夫是什么意思 不料贤秀却竟直往床上一躺 再也没了下文 秀珍本以为是丈夫排练太过劳累 就连做梦也不忘记背台词 只是他刚吃笑出声 房门竟响起了清脆的解锁声 看着虚眼的门缝 秀珍直觉寒毛炸力 脑海中不禁闪过无数恐怖的画面 他连忙摇晃身旁的丈夫 可贤秀睡得很深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无奈已经怀有身孕的秀珍独自下床 捏手捏脚的在房间里寻找声音来源 突然阳台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门方处竟卡着帐户的一只脱鞋 木门因此不停被风吹动 发出嘈杂的碰撞声 秀珍有些疑惑 脱鞋怎么会遗落在这里 正思考着一旁的洗衣机上又掉下来物品 好在这次只是家中的小狗胡椒在捣乱 排除了所有可疑的声音 秀珍抱着小狗回到房间 床上的丈夫还在熟睡 她脚上的另一只脱鞋 晃晃悠悠的掉落在地 可奇怪的是 贤秀怎么会不脱鞋就上床睡觉呢 而第二天清醒后的贤秀 丝毫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她像往常一样去剧组拍戏 婚后秀珍一直很支持她的事业 即使贤秀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演员 秀珍也始终相信她能发光发热 不过由于贤秀的工作不能满足开销 所以秀珍怀着身孕也依旧要继续工作 在这样平凡的清晨 二人谁都没有把昨晚的事情放在心上 反而是楼下的邻居先找上门来 她是最近才搬来的 虽然平日里不常见面 但秀珍家里的噪音让她有些困扰 尤其是一到半夜 声音就吵得让人无法入睡 有时还会夹杂着吓人的惨叫声 这话让秀珍想到了昨晚的遭遇 一时间有些脸红连忙向邻居道歉 并表示以后一定多加注意 只是秀珍也有些委屈 邻居的描述未免太夸张了 明明只有昨晚弄出了一些声音 可那人却称这一周每天都有噪音 这明白这是无赖 秀珍怒气冲冲的将此事说给丈夫 多亏贤秀笑着安慰妻子 但两人仍是莫名其妙 因为上一任楼下的老爷爷也这样说过 不过这个新邻居看起来更有礼貌 到家后秀珍给丈夫说起昨晚的事情 尤其是那句诡异的话 秀珍现在想起还觉得浑身发冷 贤秀一看妻子委屈的要哭 连忙安慰道那是自己的台词 为了证明他甚至还拿出了剧本 见里面真的有相同的句子 秀珍这才放心的准备睡觉 此时的贤秀已经入睡 可不知为何梦中的他有些反常 不断挠着脸颊直到皮肤红肿不堪 秀珍连忙制止丈夫疯狂的行为 但即使这样贤秀也没有停下动作 清晨醒来的秀珍满脸震惊 身边的丈夫满手满脸都是鲜血 一侧的脸颊已经皮开肉绽 贤秀在睡着时究竟做了什么 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秀珍焦急的向他丈夫去医院 可贤秀今天有拍摄任务 根本顾不上清理伤口 只是他的脸已经伤成这样 即使到了剧组也没有办法出镜 为了不耽误全族的进度 导演决定将贤秀所有戏份删除 这对他而言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看来自己始终不适合这个行业 见丈夫想要放弃 秀珍连忙给他打气 有网友和贤秀出现过同样的症状 再去睡眠诊所治疗后 已经完全恢复了 所以只要两人齐心协力 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在妻子的安慰下 贤秀这才鼓起勇气 但因为脸上的伤口 他必须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害怕丈夫会再次无意识的抓伤自己 秀珍给他戴上了隔热手套 本以为可以万无一失 谁知床上的丈夫竟猛然起身 正在加班的秀珍被吓了一跳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 贤秀已经打开房门来到厨房 他一言不发的站在冰箱前 疯狂往嘴里塞着生鱼生皱 看着丈夫大口咀嚼不知满足的模样 秀珍感觉胃力一阵翻涌 趴在水池边不停干呕 而贤秀也在此时来到身边 他如同一只傀儡木偶 行为举止无不透露着诡异 秀珍忍不住后退半步 可贤秀却像看不见一般 静止冲向水龙头 大口喝着生水 那双没有闭上的眼睛 就像死鱼一样直勾勾的盯着秀珍 他一时间呆立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家中的小狗也发出惊恐的狂吹声 贤秀似乎很反感 眼神愤恨的盯着 饲养多年的宠物 那幅神情让秀珍感觉无比陌生 这还是那个富有亲和力的丈夫吗 看着男人一言不发的回到卧室 秀珍连忙关上水龙头跟上 谁知他前脚刚迈进房门 就看到无比害人的一幕 只见贤秀干脆利落的拉开窗户 随后毫不犹豫的探出半个身体 这可给秀珍吓得够呛 他顾不上自己腹中的孩子 拼尽全力上前拉扯住丈夫的双腿 好一番拉扯后 二人重重倒在地上 此时贤秀终于苏醒过来 他急忙抱住秀珍 听着妻子声力俱下的讲述刚才的事情 夫妻俩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 一日一早秀珍就找来工人给窗户夹装护栏 妈妈也听到消息赶来 但她和女儿的想法不同 母亲认为贤秀是中邪了 她给秀珍推荐了一名巫师 还特意求来了一张符 说是贴在床下就可以抵挡邪碎 但是秀珍并不相信这些 贤秀也住进了睡眠诊所准备全面检查 根据睡眠监测结果 医生肯定贤秀患有REM睡眠行为障碍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睡眠疾病 具体的临床表现就是说梦话 梦游无意识抓脑皮肤 甚至出现吃东西的行为 虽然看起来有些可怕 但这种病完全可以治愈 于是夫妻二人在医生的叮嘱下 开始了漫长的治病过程 首先他们要将家中所有尖锐器物收起来 然后在各个家具的边角包上防撞条 以防贤秀在梦游中意外受伤 其次就需要患者主动调整生活习惯 不仅要按时就寝避免熬夜 更要远离烟酒等刺激物 为此秀珍亲手倒掉了家中所有啤酒 贤秀更是推掉了所有夜间的拍摄 可以说夫妻二人为了这场持久战做足了准备 但即使贤秀每天按时服药 他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控制 又是一个清晨 秀珍从睡梦中醒来 身边的丈夫一切如常 本以为事情正在好转 可就在给家中的宠物狗喂饭时 小狗却怎么也不见踪影 看着散落在地的包装袋上 沾着白色的狗毛 秀珍心里突然生起不好的预感 他怀着坦荡的心情打开冰箱 而门后那惨不忍睹的景象 让他忍不住放声尖叫 由于这场惊吓 秀珍意外早产 好在经历了产房中的九死一生后 女儿何云有惊无险的平安降生 看着开心到手无足蹈的丈夫 秀珍打消了心底的顾虑 哪怕母亲因为小狗的事情劝他离婚 秀珍都没有同意 他知道丈夫只是生病了 既然是夫妻就应该共度难关 更何况丈夫也得积极治疗 他相信两人一定能战胜病魔 可天底下哪个父母不担心孩子的 贤秀也感觉自己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他在家附近找了一间临时房 住宿条件还不错 能在治疗的这段时间里过渡一下 以免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 吓到妻子和孩子 但秀珍不同意 夫妻本是同里娘 哪有大难临头个子飞的道理 他让丈夫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面对 二人准备了更多方案 比如在门上加装锁舌 购买包裹感较强的睡袋 这样就可以在睡觉时限制贤秀的行动 整理完一切后 秀珍突然听到一阵狗叫声 站在窗边望去 竟然是楼下的邻居养了一只小狗 那团白茸茸的影子 不自觉让秀珍想到了自己的胡椒 看着之前和狗狗的合照 秀珍一时间泪流满面 上次受伤害的是狗狗 那下次受伤的又会是谁 他开始搜索与梦游症相关的新闻 再看到有患者会在无意识中杀死其他家人 秀珍脑海中的那根弦不由得紧绷起来 相比于自己他更耐心女儿 孩子还没有满月 万一自己睡得太沉 丈夫再次发病 该怎么办呢 不信任感一旦出现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秀珍又往熟睡的贤秀嘴里塞了两颗药丸 可即使这样他依然不放心 秀珍决定将婴儿床搬到客厅 自己就睡在旁边的地上 但如果丈夫半夜从另一个方向接近孩子怎么办呢 秀珍越想越怕忍不住在房间里来回躲步 脑海中的恐怖设想越来越多 最后他竟抱着孩子躲进了卫生间 秀珍一刻不敢放松睁着眼睛躺在浴缸里 怀中死死抱着熟睡的女儿 而他的担心并不多余 还没到半夜 门口就响起东都声 秀珍试探性的呼唤丈夫可却没有人回答 看来贤秀再一次梦游了 推不开门让男人很是烦躁 他不停晃动着门板 暴躁的撞击声吵醒了河云 孩子躲在秀珍怀里不安的啼哭着 等了好一会儿 癫狂的撞门声才终于停止 秀珍试探性的拉开房门 只见丈夫正对着女儿的婴儿床小便 而他本人却对此浑然不知 天亮后 那个用来束缚闲修的睡袋 已经被他压在身下 无奈 两人只能再度求助医生 此时秀珍的精神已经高度紧绷 因为连夜的睡眠不良 他比身旁的丈夫更像病人 那双通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医生 耳朵里却听不进对方的任何一句话 因为医生翻来覆去说的都是无用的废话 他自己都要被丈夫的病逼疯了 最近几天秀珍根本不敢回房间 只能带着女儿躲在卫生间睡觉 再这样下去 他真的要崩溃了 听到医生不肯换更加有用的药物 秀珍愤怒的将处方单扔在他脸上 丈夫联盟上前道歉 并带走了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妻子 可这并没有用 秀珍依旧无比焦虑 他不停抱着孩子在房间里踱步 贤秀只能拼命安慰妻子 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办法解决 但眼下所有的状况都让秀珍坐立难安 他躲在小区花园 试图用吸烟抚慰心中的烦躁 楼下的邻居见他如此紧张 不由的劝他考虑离婚 既然身边有无法解决的不稳定因素 那就像他一样直接将事情从源头上解决 邻居是个单身妈妈 独自一人抚养着儿子 而他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不堪 所以他相信秀珍也可以做到 但这话依旧没有让秀珍动摇 因为他们夫妻还在一同努力 为了能让妻子睡个好觉 贤秀在寒冷的雨夜带着睡袋躲进车里 但秀珍根本不忍心 权衡立毙后 二人决定在卧室门上加装门锁 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将贤秀锁进卧室 而妻子和女儿则睡在客厅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贤秀总有需要起夜的时候 鉴于秀珍现在已经不愿相信医生的安排 母亲便请来了那位巫师 女人的气场十分灵力 一进门就直接拿出法器 众人被他煞有介事的模样糊住 一时间谁都不敢多嘴 巫师摇晃着彤灵在屋中扫大 据他所说 鬼经常会覆到睡觉的人身上 因为每当这个时候 人的灵性都会减弱 话音刚落 他手中的彤灵直直伸向贤秀 此时男人正哄着怀中不停啼哭的女儿 巫师盯着他的头顶露出了然般的笑容 贤秀还在一脸茫然 但巫师已经知道了问题所在 他表示家中确实有不安的鬼魂 他正是被年轻漂亮的秀真吸引而来 要与夫妻二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巫师冲着贤秀疯狂晃动同龄 嘈杂的声响让女儿提哭不止 贤秀只能拼命安慰女儿 而巫师却像听不见一般 突然他听下所有动作 眼神猛然变得害人无比 只见巫师犹如鬼上身一般死死盯着秀真 他用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说道 没有狗叫声 没有婴儿哭声 好想安静地活着和你两个人一起 这话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难道家中真的有鬼 而且这个鬼还要对女儿和允下手 巫师没有多说 只在临走前叮嘱秀真 如果找不到这个鬼的名字 就无法进行驱鬼 如果任由这个鬼魂在家游荡 就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 目前他只能留下一些符咒暂时抵挡 交代完符咒的使用方法 巫师冲着贤秀撒去一把红豆 看着对方煞用戒失的模样 秀真心里也不禁开始打鼓 难道家里真的有鬼 当再次看向丈夫时 秀真的笑容升出了几分勉强 晚上秀真翻遍了自己 所有前任的社交软件 但每一任都还在世 并没有出现巫师所说的情况 那缠在丈夫身上的鬼魂究竟是谁呢 正当秀真辗转反侧时 楼下响起的犬飞声让他灵机一动 会不会是那个搬走的老爷爷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第二天他就借着送狗粮的理由登门拜访 邻居有些不好意思的收下东西 热情招待着秀真进门 可刚一坐下 秀真就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一声巨响 此时家中并没有人 怎么会出现如此重的脚步声 看来自己的房子确实有几分诡异 怪不得邻居之前总说能听到噪音 秀真不敢耽搁 趁机询问起前任房客的事情 谁知那位老爷爷正是邻居的父亲 这让秀真心底升起一丝不安 他顾不上话题冒昧 连忙追问邻居父亲是否还在世 可还没等邻居开口 男孩就指着卫生间表示 爷爷私在了这里 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般 他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 只能愣愣的追问这死去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得到答案后 秀真在那份名单上 郑重的写下朴春姬三子 附在丈夫身上的鬼魂会是他吗 或者说家里真的有鬼吗 秀真呆滞的看着在厨房忙碌的贤秀 近日因为他精神状况不好 丈夫一人肩负起了所有家务 人本是件应该开心的事情 可秀真此刻却觉得丈夫迷雾重重 他已经看不清面前的人究竟是谁 趁着贤秀熟睡时 秀真打开了卧室房门 他轻声呼唤着丈夫的拟称 但床上的男人毫无反应 于是秀真试探性的喊了声爷爷 其料睡得正香的贤秀发出一阵泥难 就像是在回应一般 秀真被这举动吓得几乎发疯 他忍不住拔高音量 质问对方是不是要伤害自己的女儿 谁知贤秀也一语着回复 不知道 如此有来有往的回答 让秀真含毛乍气 回想巫师说过的话 没有狗叫声 没有婴儿哭声 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安静的生活 而已经遭遇不测的小狗胡椒 不就正好印证了这句话吗 他不敢接着想下去 生怕女儿真的遭遇不测 秀真拿着锄刀在客厅守了整整一万 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贤秀一个翻身睡醒 他才打开了卧室的门锁 此时秀真双眼通红 呆滞的神情里透露出些许陌生 他死死盯着贤秀 仿佛已经在那里看到了另一个鬼魂 贤秀将在床下发现的符咒交给妻子 询问他为什么要贴这种东西 贤秀本是随口一问 谁知秀真的情绪变得无比激动 他质问丈夫为什么要摘掉符咒 此时秀真已经完全相信了符咒的法力 因为自从昨晚贴上他后 贤秀真的一次都没有醒来 但丈夫听到妻子一宿没睡 顿时将他抱回床上 原本还想将符咒归位的秀真 已经疲惫不堪 整个人刚陷进枕头 就控制不住的闭上双眼 闲秀健壮小心翼翼的关上房门 开始照顾客厅里已经睡醒的女儿 等秀真朦胧的睁开双眼 窗外的太阳已经落山 清冷的月色中不停下着瓢泼大雨 身旁的丈夫正在熟睡 但他耳中全是女儿的啼哭声 清晰的哭声让秀真冲向客厅 可小床里全然没有合影的身影 反倒是乱七八糟扔满了空酒瓶 见丈夫没有遵守医嘱 秀真心中的恐惧感陡然上升 听到女儿的哭声越来越惨 她不顾一切的冲进瓢泼大雨中 秀真拼命翻找着垃圾堆 直到她看见那只熟悉的小手 一瞬间她感觉自己的心脏空了半拍 难以言装的窒息感让她从噩梦中惊醒 此时窗外阳光大号 看来刚才只是一场诡异的梦 可秀真还是放心不下女儿 她连忙冲向婴儿床寻找 结果并没有发现孩子 想到了胡椒的下场 她不停翻找着冰箱 心跳在拉开每一层抽屉前 都猛烈的撞击着 不过里面并没有发现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那孩子去了哪里 弥漫在房间里的肉箱 引起她的注意 秀真冷不定看向灶台上的铁桶 难道悲剧已经发生了吗 她顾不上滚烫的温度 静止推翻汤筒 拼命在里面翻找着 就在这时 贤秀抱着孩子从鬼声间出来 看来所有的一切 都是秀真虚惊一场 丈夫看着妻子被烫伤的双手 连忙替她处理伤口 但秀真已经被噩梦吓怕 她毫不犹豫将丈夫砸倒在地 等贤秀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 妻子正握着锄刀压在她身上 此时秀真神情癫狂 她已经完全相信 丈夫被老爷爷附身 秀真质问鬼魂到底要做什么 说话间 锋利的刀尖刺穿了贤秀的皮肤 阴红的血珠从脖子上滚滚而落 丈夫连忙拔高声音让妻子冷静 今天医院已经打来电话 医生同意给她更换更有效的处方药 只要积极治疗 她的病很快就能好转 或许是这番话让秀真恢复理智 扔下锄刀甩手离开 但夫妻二人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 两人不得不分别进行治疗 贤秀在长达数月的住院治疗后 图表数据终于恢复正常 她如今的状态已经达到出院标准 得知这个好消息后 她马不停蹄的准备接妻子出院 为了庆祝他们的家庭迎来新生 贤秀特意带着一束鲜花前往精神病院 可令人意外的是本应在医院等待家属的秀真无故失踪 就连医生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焦急的家人寻找了一天都没有秀真的消息 眼眼看天色已晚 贤秀先将女儿送回了母亲家中 本打算先回家收拾一下 她却在上楼时看到了邻居家大门敞开 小男孩欲言又止的站在门口 眼神中满身无助的神色 正当贤秀困惑时 自己家里传出一阵阵脚步声 难道妻子已经回到了家里 她连忙推开自家房门 可映入眼帘的一切令她极其震惊 只见家中到处贴满符纸 白竹在各个角落里随风摇晃 原本温馨的小屋此刻昏黄压抑 似乎是听到贤秀回家 妻子庞若无人的从卫生间出来 她根本不听丈夫的话 硬是将贤秀拉到投影仪前坐下 男人试图告诉她自己已经痊愈 秀珍却歇斯底里的要她闭嘴 她不由分说打开投影仪 开始了自己的推理 据说如果侍者在十日内没有得到超度 就会变成鬼魂徘徊在人间 还记得楼下的邻居 曾在十月二十五日上门拜访 她声称秀珍家每晚的遭动 已经持续一周 那么贤秀最开始梦游的时间 就是十月十八日 而楼下的春鸡爷爷 正是在十月八日意外死于家里的卫生间 由此可见 没有得到超度的春鸡爷爷变成了鬼魂 并且在十月十八日附身在贤秀身上 一直持续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晚上 贤秀在睡梦中说出那句 有人进来了 贤秀解释那是无意间说出的台词 但秀珍并不相信 因为那句台词的原话是 家里有人进来了 她坚称这两句话中细微的差别 就是贤秀被鬼附身的证据 而且被鬼附身的人全身晦气鸡皮疙瘩 导致浑身搔痒难耐 不断抓挠 以至于自己满身是伤 秀珍找来了大量被鬼附身后的图片用来佐证 还有贤秀在梦游时吃生肉 这是鬼魂用来补充体力的办法 并且在恢复体力后 鬼魂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他生前就对小狗的噪音颇有怨言 所以第一晚他就对宠物狗胡椒下手 至此家中发生的一切怪事都能串到一起 而他们全部都只向鬼魂作祟 秀珍就算想不相信都难 可贤秀却认为妻子已经走火入魔 就算自己身上有鬼魂附身 可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再也没有出现过诡异的情况 是不是就能证明鬼魂已经离开了呢 但秀珍表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贤秀没有复发并不是因为病情得到治愈 而是他和母亲在贤秀熟睡时 带他去做了法事四九计 看着照片里的自己一丝不挂的躺在地上 贤秀一时间无法接受 他质问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做 秀珍表示因为春姬爷爷当时拒绝被超度 巫师只能在贤秀身上画上符文进行仪式 男人怒气冲冲的掀开衣服 果然看到了后背上已经变淡的符文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长久之计 此物的有效期只有五十天 如今他已经失效 不出意外的话 春姬爷爷的鬼魂将在今晚再次回来 而今晚是百日期限内的最后一天 一旦十五分钟后 他们还没有将春姬爷爷的鬼魂超度 那这个鬼魂不仅会跟随他们一辈子 女儿何云也将永远生活在危险中 虽然贤秀并不相信这些 可看着妻子已经陷入执念 他不得不答应这一场驱魔 但贤秀没有想到 妻子选择的方法竟如此极端 秀珍竟亲手了结了邻居家的小狗 看着妻子嘴边的血迹 贤秀忍不住冲进卫生间一阵狂吐 但更害人的事情还在后面 邻居竟然浑身是伤的被绑在浴缸里 已经癫狂的秀珍将女人拖出来 拿起电钻抵在邻居的太阳穴上 秀珍看着贤秀历声出言 实则却在和他体内的鬼魂对话 他要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如果鬼魂再不离开 秀珍就要对他的女儿下手 邻居听到这话连忙配合的呼唤其父亲 可贤秀还没有弄清眼前的状况 眼看着距离十二连只剩下五分钟 秀珍在焦急的等待中彻底癫狂 现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他果断按下手里的开关 邻居只感觉一阵剧痛 钻进自己的皮肤 鲜血瞬间四处飞溅 贤秀知道自己如果再不做些什么 事情将发展到不可收拾的余地 一瞬间他的语气变得无比苍老 说完这些 他勾搂着身子向窗外招手 似乎是在与看不见的鬼差对话 透过秀珍血红的双眼 只见那贴满幅度的阳台门缓缓打开 明亮的光芒照亮了房间里的音域 他亲眼看着丈夫的身影缓缓走向门外 随着那扇门逐渐关闭 耀眼的光芒随之消失 站在窗口的贤秀轰然倒地 他气喘吁吁的模样如同历劫 听到丈夫喃喃重复着一切都结束了 秀珍长出一口气倒在地上 二人如实重负的依偎着彼此 那令人心安的憨声再次响起 而这次是秀珍进入了梦乡 全片完 梦作为上映于2023年最新的韩国恐怖片 全片没有给到任何一个鬼怪的镜头 但全程惊悚悬疑的气氛 却让老二始终捏着一把冷汗 影片中究竟有没有鬼呢 一种可能是正如秀珍推断的那样 怪事就是从10月8日 楼下老爷爷独自死于家中开始 他调查到的种种证据都严丝合奉 很难不让人相信这一闹鬼的说法 反之则是第二种可能 一切都只是一场巧合 贤秀的各种反常表现都是梦游正所致 而最后所谓的驱鬼 也只是他为了消除妻子的心魔 所配合出演的一场戏 老二感觉说楼下的老爷爷喜欢秀珍 从而附身贤秀未免太过牵强 影片中也并没有任何的线索 老人和秀珍家的关联 仅仅是小狗叫声引发的邻里纠纷 其他的就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所以老二个人觉得 影片结尾更像是贤秀配合妻子演的一场戏 结合妻子刚刚生过女儿 也会有产后抑郁的可能性 才会出现撞鬼的想法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老二留言讨论哦